上周五和派周一名患有心脏病的年轻姑娘在一家 鬼屋里心脏病发作不幸死亡 16岁的基督教徒Bench 当时在麦迪训镇的闹 鬼 幻觉惊叫公园参加万圣节游乐会 当时和他一起的亲朋好友有一百人左右 他的家人说 他心跳停止时 正在其中一间鬼屋 他游览到一半心脏就停笑了 女孩的祖母 Dotty Bench说 他差一点就能走完鬼屋了 被送往当地医院后 院方宣布女孩已经死亡 女孩的家人说 女孩患有先天性格善 肺部发育不正常 举报道 女孩只有一个肺能正常呼吸 这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医生说 女孩心脏的部分地区是普通人的四倍大 女孩的祖母 Dotty Bench说 他们说他像一颗定时炸弹 验尸人员将进行验尸 以判定女孩的具体死亡原因 Warren 现调查主任 Boyleberg 对验尸报告 能得出女孩的具体死亡原因 不报希望 是她当时恐惧感太过强烈 还是说 她走在街上这种事也会发生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但是要用医学手段查出原因 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 Warren 现验尸观 Rossan Aptigraf 认为女孩很可能是被吓死 Aptigraf 说 我们也许不能很肯定 但是 因为她的死与心脏病有关 鬼屋那种地方带来的恐怖 会让女孩的心脏超负荷动作 游乐园在网站上的广告语上 写着活生生的鬼怪 疯狂的炼剧挥舞狂魔 游乐园地老板 Brett 说当时在医疗人员赶来前 她一直给女儿做心肺复苏术 她说 她相信上帝会有最终的安排 因为女儿信仰基督 她知道死去的女儿回家了